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电流的部分呢 依照整个这个transmission light的部分 我们有一个等效电路可以给它 那这个等效电路呢 包含了这个conductor里面的R 然后这个conductor里面的这个inductance 然后呢 是在这个transmission light里面的界电子里面的capacitor 跟界电子里面的这个电导机 然后我们看到了这两端的端电压 是Zθt到这两端的端电压 OK 那我们说我们可以把这个电压 跟这里面流过的这个电流Z 然后出来的电流IZ加Δθ的电流呢 选成两个equation 底平方VZ 那底Z平方的话呢 这就表示等于γ平方的这个potential的部分的微分 和这个电流和这个电流 和这个电流部分 这个电流部分 比Z平方的γ平方IZ OK 那我们写完以后 我们说这个γ在之前我们已经定义是α加jβ 那从这个例子里面 用这四个参数 我们今天这下面的所有的全部围绕在这四个参数里面 这四个参数记住了一件事情 这两个参数是对应这个平行板 那个transmission line里面的这个导体的部分 这个是在界电子的部分 α加jβ的部分呢 在这里面就可以直接写成 r加上jβL 然后再乘上这个dialectic的部分 g加上jβC 这是我们在上一堂课已经得出来的结果 那我们可以把我们的resistanceZ0 它就是等于V0除以I0 那依照V0除以I0的话 我们可以把它写成 r加上jβL 然后g加上jβC 这是上一堂课我们所得到出来的一个结果 那这个结果的话 这是我们接着我们要来看一下 我们在解transmission line的这个整个问题里面的话呢 那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几个special case 那第一种special case呢 就是完全是loseless的case OK 那你这个line是loselessline 那loselessline的部分的话 哪些参数会有特殊的值 这是conductor里面的 既然是loseless r会不会有 没有 r等于 OK 然后 这是conductor里面 dialect里面的 那在dialect里面的话 loseless的话 那我们可以知道这个 这个g的部分的话呢 是等于0 所以这两个条件下的部分的话 我们针对我们刚刚看到的γ值 γ值的部分的话呢 r跟g等于0的时候 现在你就变成是zomegaL 乘上zomegaC 那你就直接看到这个就是zomega的根号lc 那我们已经知道 γ的值是等于α加zβ 所以 从这里面 你知道α是等于0 那zβ的部分是等于多少 beta的部分 就等于是omega 跟号lc 那很合理 因为你本来就是loseless 所以你没有什么 attumulation constant 对不对 所以合理的部分 那另外一个 你可以看到你的face velocity的部分 face velocity的话 就是omega除以beta 那在这边你看到的 omega除以beta 就是根号lc分子一 你看到你的face velocity是什么 是一个定值 所以我们看到我们说 omega beta 它的dispersion relation的部分的话 它是一个定值 一个linear的定值 那学历的话就是omega除以beta的部分 是根号lc分子一 那一样的 impedence的部分 z0 那z0的部分的话 我们在这边已经知道说 r等于0 g等于0 所以你z消掉 omega消掉的话 这就是等于l除以c ok ok 那impedence一样的 你是可以把它分为 real part 我的real part 跟imaginary part 那你现在你看到的 这个部分只有real part的部分 所以我们直接就可以看到 real part的部分就是等于l除以c 那imaginary part是等于0的部分 这是非常special的情况 就是我们这个transmission line 完全没有l除的情况 那我们推导出来的结果 实际上是跟你的attumulation constant alpha是等于0的一个条件 是完全符合的 好 这是第一种case 那第二种case呢 我说 这个transmission line 是有lose 但是它的lose 是非常低的情况 那所谓lose很低的情况之下的 所代表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你这里的r 跟l比起来的部分的话 那r 是延小于omega l ok 这是第一个 在conductor的里面 那带 介质里面的话呢 direct里面的话呢 那lose的意思 也就是你的omega c的部分 跟g来比较的话呢 那g也是延小于omega c的部分 这就是我们low-lose的一个条件 那在这个条件底下 我们可以看到 你要符合这个条件的时候 希望的是什么 high frequency 对不对 所以你high frequency的时候 你这个条件 大概就可以满足了 所以我们说这个条件 要满足 大概是在 非常高频的情况之下 好 那我们就可以看到 就是说 你是low-lose的一个情况 那如果是在这个情况之下呢 gama是等于多少 gama的部分 我们已经知道 它是 alpha加z beta 那我们也知道 r的部分 严小于它 c的部分也严小于它 所以我们把omega c 跟 omega l的部分 把它提到外面来 那里面就变成 1加上 r除以z omega l 跟1加上 这个g除以z omega c 开根 那你已经知道 r严小于它 g严小于它 所以你可以用 二项式来展开它 我们就直接看到了 z omega 然后根号lc e加上 这个两倍的z omega l r 然后 e加上 两倍的z omega c 那把它展开来 因为我们知道说 它是有real part跟imaginary part 那我们期待的是要我们知道 我们的real part alpha是等于多少 imaginary part beta是等于多少 你把它展开 一展开的部分的话 是z omega 跟号lc e 然后 减掉 这两个已经很小 所以我们不管它了 把它加上 beta 2j omega p到外面来 分之1 然后 r除以l 有 再加上 g 除以c 可以 你马上看到了 这一项 所对应的就是imaginary part 所以我们的beta呢 就是等于omega a 乘上lc 那alpha的部分呢 就是这个 乘上呢 这刚好消掉了 所以alpha的话 是2分之1 的 公号lc 把它放进来 l分之r 加上c分之g 这是我们的alpha的部分 那 如果 依照这个结果 你马上 你也看得出来 一个 有趣的事情 就是 我们 看到我们的 face velocity的部分 本来就是 Omega 除以beta 那 Omega 除以beta的部分 你现在这个是 这个 我可以用这个appostation 来表示 因为我们是这样展开 所以我说 换句话说 他也是 曲静怡 跟他一样的 静怡 这是我们可以了解 那一样的 你来看看 Z0是等多少 另一个部分 现在 Omega L 让Omega C 通过到外面 R L除以c Omega Omega L除以c Ome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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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 他把这两项 他把这两项 把它展开了 我们看到 通号 G C 1 这个一展开 二项子展开 分母变成 多了一个2分之1 所以这边 所以这边 1加 2 J Omega L R F R 都已经把它放开 R F L 然后这个 展开是 附的 这一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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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ensionally part 部分 V part R0的部分 就是 V 公號 L除以C 那X0的部分 就是J0 就是 X0 是負的 公號 L除以C OK 然後 2 1 R除以L C 那 也許你會覺得這麼負號在這邊很暗言的上下 那你會感覺說 是不是我可以把這一項 去把它寫出來 轉過來 可以問你 1 1 2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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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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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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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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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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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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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4加Zheta的情況 會是一個 Veta R3 L分C 除以C的部分 是一樣的 所以這兩項的部分其實 1分之1 2分之1就變成 1分號 L 除以C R加Zheta OK 所以這次都放了 你的阿華 阿華 是獨配的 然後 這個像鼓鼓鼓鼓的 可以從這裡來看 R除以L會這樣合 然後把R除以LC把它放進來 然後放在那邊C 開始做 你知道了這個不分的話 R除以L除以C 可以這樣 把Fa非常的不分 就變成碎 套麵盪 你當你寫到這裡 你又看到一個有趣 這個Fa 跟這邊的Fa Beta是一模一樣的 OK 換句話說 它的Fa Beta 一般是 Be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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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 基里的部分 既然这两个部分是有相等的 好 你现在可以看到的就是说 我们把我们的这个 根号r加上j omega l 然后你现在是r除以l是等于g除以c 所以rc那个g的部分把它换成rc除以l 再加上j omega c 那这个把它稍微整理一下的话 我们看到的是根号l除以c 那你发现一个z0的部分 是跟这边一模一样的结果 换句话说 你会发现这个case啊 其实跟lostless的case是几乎一样 唯一最大的差别在哪里 这两个case唯一最大的差别在哪里 嗯 哪一个地方 是不同的 对 alpha 这个部分不同 在这个case里面 还是有power loss 但是在那个case里面是完全没有power loss的情况 这是很要注意的一点 就是说我们整个的这个情况里面的话 那这三种special case的时候 你会发现都是很特殊的条件 那我们看到的一个结果 那接着我们就要看 不是特殊条件的情况 到这里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那你现在你知道了 你整个transmission line 是用了四个parameter 来表示差的很多的性质 这四个parameter是 R L C 和G 所以 你的transmission line 的形状不同的时候 L就不同 C就不同 对不对 所以 不同的形状的transmission line 它自然会有不同的 Gamma值 那 它们之间的关系 这是我们接下来 我们想要了解的 举个简单的例子 我说 那对平行板的话 你都很清楚了 这是我们之前已经知道了 这四个parameter R L C G 这四个parameter 对平行板的部分 两个平行板 它的电容 就是 电容是等于多少 H 跟面积层 对 它的 宽 底 然后L呢 Mu B除以W 那 G的部分 G的部分 自然而然 跟你的 Conductivity 有关系 然后 我们 W除以D 那R的部分 之前我们也算过了 你把它 前面的我们翻出来一下 你就看到了 这个是Pi F Mu C 所以 C 所以它的单位 完全 有一个部分 因为它是一个transmission line 这些都不是总共的值 而是单位长度的欧姆值 单位长度的 变感值 单位长度的 这个 电容值 和 单位长度的 这个 电导值 所以你要记住的在 心里面的话 就是说我们 所指的都是单位长度的 一个情况 好 那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说 我们刚刚已经 很明白的知道 这一项 我一直强调说 它本来就是Conduct的 那一个部分 OK 那 理论上面的话 在Conduct里面 假设 我们 看到的 这个Conduct 基本上面 就是导体 导体的话 假设 我的电阻是可以 忽略不计的部分 那 换句话说 假设 R 是原小于 Omega L 这种情况的话 那在这边 R Gamma的部分 等于 R化加 Jbeta的部分 的话呢 因为你R 原小于 J Omega 所以你这项 算了 就变成 J Omega L 开根号 然后 G 加 J Omega C 的 二分之一 次法 所以 你会发现一件 我们把 我们把 Omega Omega 大部分 会把它摆在一起 那就变成 J Omega 通通放出来 所以你就 J Omega 更号 LC 然后 1加上 J Omega C 分之七 开 二分之一 次法 这是我们平常 我们在一个 平行版的 Transmission Line 里面 那 你看到了 公号LC 把它带进来 那 LCE 带进来 你看到 L乘上 C 是等于多少 就 Mu乘上 OK 这是 J Omega 更号 Nu 一小 然后 为什么我们常常会把 G除以C 放在一起呢 在之前 上一堂课 我们也讲到了 G除以C的部分 G除以C 它是等于 Sigma除以 D Isso 依照定义 没有问题吧 对不对 如果没问题的话 我就不讲了 因为这上一堂课已经 依照G的定义 依照C的定义 就可以 比 出 出来了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就变成 1加上 C Omega 分支 1的 Sigma 除上 一小 二个字 可以 你很清楚的 知道了 一个 事实 这个事实是 这是你可以测量的量 这是也可以测量的量 然后我们就可以知道 我们的Gamma值了 好 那 啊 这个结果 在这边这个结果的话呢 如果你再回归到之前 我们 啊 在很早期的定义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 Gamma 那时候我们说 它其实最早期的定义是 阿花加 Jbeta 然后它是 其实就是 J的 啊 Compress的 这个 Wave Vector的部分 所以 你就可以把它写成 J Omega 然后 更号 Mu 一小 C的部分 那 一小 C的部分呢 你可以写成 Rial part 跟Imaginate part 好 那Rial part的部分 就是 一小 C 一小 Rial part的部分 Imaginate part的部分 就是 4kma除以Omega 你把它带进来 这就是 1加上 J Omega 除以4kma 那 回过头来 在这里 是一模一样的 就是我们的定义的情况 只是我们做了一个什么 Double checker的一个动作而已 好 换句话说 换句话说 在这里的 一个重要的结论是 就是 好像 好像 L C 是等于Mu 一小 这个结论 并不是 并不是 并不是只有 对 平行版的 Transmission Line 才会 啊 这个 完全 合适的 我说 其他的问题 他也 符合这个条件 那这个条件 如果有的话 那很简单啊 我知道其中一个参数 我就可以 得到另外一个参数 capacitor 是我们平常常常去 去计算出来 你知道capacitor 你就知道 inductance 所以 反过来 在这个结果里面 也进一步的 如果你再把它连贯 起来 我们从刚刚那三个case里面啊 我们的 face velocity 是不是都是根号Lc分之一 是根号Lc分之一 对不对 那 根号Lc分之一的部分 我们已经知道 Lc是等于Mu一小 换句话说 这就是回归到 我们 在之前 在讲face velocity 就是Mu一小分之一 OK 在一个戒指里面 它的传递的一个情况 那 换句话说 这个关系 是未来 我们接着 要看的不同的 程式missionline 你如果知道 其中的 这四个常数 里面的其中的三个 好 或者 你这四个常数里面的 其中的 跟这个关系 你只要知道说 L 你就可以知道C 那你知道 C的部分的话呢 就可以知道 它的 conductivity 的部分 所以 这两个关系 是我们未来里面 你必须要掌握住的